请收看 维心世界 维心圣教 安心真经 让天净土 等几额 渐行成佛 天下永太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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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娘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那么鬼谷先是王三老主 各位维心圣教 甲午千秋 谢天文法会 坛上的列祖列宗 书王法界三界万灵 众等 即各位维心圣教 法师讲师 贤士同修 啊 我们继续来为各位 来讲解 啊 维心圣教 安心真经 安心真经 最不经 是世界 啊 新兴宗教 更是中华民国 台湾新兴宗教 也是我们 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 就是维心圣教 只有自己的心来教育自己 良心来教育我们这个身体的念头 叫做圣教 叫做维心圣教 心 到底有多大 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 寒常宇宙一切万华 都自会 统称为心 的教育 所以 名为了维心圣教 所以维心圣教是每个人内心自我教育的教义 每个人都有 在哪里 在天上的 教义 智慧 所以维心圣教追不经 安心真经 是修身养性的法宝 修身养性的法宝 修养自己的身 培养自己的性 所以我们才有 我们宗旨是养贤 修身养性的法宝 修材 正名欲读 高尚旗帜 我们在天上纪 我们在天上纪要赖世间以前 的本愿的高尚旗帜 然后是天下太平 所以天下太平必须养贼修材 培养我们善良的智慧 除了 我们每个人身边 家中 还有有缘人的才能智慧 所以我们才会成立了维心圣教 一经大学 这是有很深的意义 所以一经大学 是上天的大学 不是世间的大学 世间的大学 所知的是有限 上天的大学 大五其外 细五其内 所以现在我们国家就有 很多大学都成立了 宗教系 宗教研究所 这是一个好事 如果开发出每个人 灵性的智慧 开发出每个人 无量节以前到现在 还没到世间上来 在天上的智慧 那就是天心 所以维心圣教 安心真经 是成就自信净土的法宝 是明信建净的法宝 都是各位同学们 我们每次的共修 你们有时间就来 现场来共修 不然 我们在每天维心天下室 12月5日 今天晚上开始 就播出了 你们可以在家里一起共修 一起体验 这是各位的福报 所以我们继续要为过来讲解 安心真经里面的真实意 上一节我们讲到 先天六亲 后天六亲 位积不同 我们来世间上的身份不同 立场不同 理计如一 真理 这是一样的 和天上界一样的 如一是哪里 如天上界 既有天心 也有佛心 也有圣心 当应传心 阿弥陀佛啊 我们现在 已经了了分明 能告诉各位 我们天上的心是包容 大物其外的天心 包容一切万生万物 地球也有一个心 主轴 不然地球会乱飞 其他星球也会乱飞 就一个 他也有他本身的小天心 大天心 我们人是一个小存哀 和星球一样的 都有一个共同的平衡的主宰 就是善良与慈悲 叫做天心 我们人是一个小存哀 和星球一样的 都有一个共同的平衡的主宰 就是善良与慈悲 叫做天心 所以也有佛心 我们每个人都有佛的心 也有圣人的心 所以应当传心 所以我们应该 我的心 和你的心 来相互印心 所以最近开始 老祖开始我们 要一个小活动 维新圣教 印心之礼 然后里面 有六十四个 你到哪一个道场 这里有 盖一个印章 有王产老祖的像 你走到中立道场 你就中立道场的 老祖像 你到哪里印心 你到金门 道场 也是要有印心 任何一个道场 你的印心 全部盖满了六十四个 六十个 你走到哪一个市 你就盖 盖一个 那张很漂亮的 印心之礼 你嘛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 当下的心 就是来会心 那么今天各位同学们 我们这么多 回来做义工 法工 为过这个平华 我们在印心 相互的一心 我的心 和你的心印起来 什么心 天心 在道场 在道场修行的是 印天心 印佛心 印圣心 总成一个大的 就是道心 说我们的心心 就相印相传嘛 那么夫妻 来世间上 也是印心 父子母子 兄弟姐妹 也是印心 同事之间也在印心 我们要印天上的心 天上的心 就像现在这个 我们禅堂里面 有这么多的电灯 灯光 光就是天心 佛心和圣心 总光明起来 就是道心 所以各位 我们要误啊 不要兄弟姐妹 为财产 在法院告的 人两麻烦 子女告父母 真的不孝 比动物还不如 这个人世间人太多了 兄弟们为父母的财产 收水分多分少 再告 有的孙姿 现在父母躺下来了 法师前面诵经 后面兄弟就在 蒸蒸的 哪里没有分到 哪里没有分到 这个真的比动物 还不值的人 很可怜 没有修行 不了解 所以各位同学们 大家要误 世间人已经来到世间 被眼睛害死了 眼睛你看到了 浅浅 你能吃得下了 才是浅才有用 吃得下不一定是你的 也许吃多了会中风 所以都没有智慧 来叫做佛心 要有智慧 要有圣人的心 圣人心的 千让 你让 道心就包容 怎么包容 所以我们要来 世间上都传心 传心里有很好的话 叫阿弥陀佛 所以当下我们是阿弥陀佛 以前阿弥陀佛的声音 传送到法界 当下我们连坐上 无事意 无量数的 灵魂界 空界的 列位主灵心中 而这即是相 也是爱 也是佛 也是圣 所以我们应当传心 传善良光明面的思想 包容 传心 我们有一个小笑话 在我搬到宣服室来这里 我们来这里有员 中午晚上用餐 我有多少就煮多少 大家很高兴的吃 有的师兄 他就看得很难过 说师父 来的时候吃这么多 一点红包也没有包 供养也没有 哇没有关系啦 这个 欢喜心嘛 一家人嘛 不行啊 师父里面吃倒耶 这才好耶 我巴不得大家把我吃倒 我就可以休息了 门关起来就可以休息 我也休息不了啊 现在23年 越吃越旺 也没有关起来 而且像一个大家庭嘛 所以各位同学们 把信仰打开来 你一定会非常的富有 你信仰不打开来 绝对很穷 再多了钱 也是穷啊 也是穷 这一点各位要注意 凡事要用心啊 嘿 好了 唯心是中 今日 心时 先是心法 传部天下 只有心 只有心是我们的根源 唯心是中 只有心是天心 是中是天心 是中是佛心 是中是圣心 是中是道心 所以应当传心 好 这么今日 今时 现在 假五年都 双十 十月 十四日 下午 现在 三点 四十分了啦 今日 今时 好了 先是心法 王产老祖 什么叫做先是 先是 先是心法 王产老祖 什么叫做先是 而有一个小笑话 先和佛 先 是什么 山的人 山上的人 山人 就是先 而这一次 山上的人 看了圆 看了圆 哦 先师 就是看了圆 四爷看了圆 心量就宽广 为师 看到山头大地 都是为师 是为先师 佛家叫做天人师 释迦牟尼佛 叫天人师 天上人间的老师 有一次 一位 佛教界的 修行人 他很不以为 他要找我 我说 哎呀 张居士啊 佛比先大 应该佛先师才大啊 为什么要用先佛式啊 我说哎呀 先跟佛一样大啦 中国还没有佛的名声以前都叫先 很超越 的人叫先 他应该过来啦 哎呀 老祖给我的先师就好了嘛 啊 啊 过了几天 他要盖个庙 要找我 打电话到宣活室来 你是 佛先师吗 啊 对不起 我们 服务的师姐就把他挂 挂掉了 他要打来佛先师吗 对不起我先佛式又把他挂掉了 那一天 挂了三次 第二天又挂 现在又挂粉级咯咯 就打电话来了 就打电话来了 你是先佛式吗 是啊 你找哪一位 找你们的老师 找你们的住手 好了 我在 我在办公室嘛 他告诉我 是他某某人啊 怎么样啊 要盖道场啊 请你来帮忙啊 我打电话好多次 你们都不过来接 那一例你说 叫佛先师 我是先佛式嘛 这就是什么 没有开悟啊 执着于文字 文字是后天人设计出来的 这表达方式啊 那我就到 他道场去 他救庙 我问你这个救庙门开错了 所以你这七嘴八嘘 不安宁 那怎么办 我说改嘛 这先人的智慧 它是佛法啦 先人的法啦 不是佛法啦 佛他不叫我们 用风水啦 不叫易经啦 称为外道啊 我说你的外门 出去那条路叫做外道啊 你外门错了啦 所以里面的人都肝病啊 对啊你怎么知道 宇宙的法则嘛 先人的智慧 先师的智慧 王产老祖 他鬼谷先师嘛 后来他 哎呀抱歉 我太执着了 我说执着就好嘛 执着就好嘛 反正就心嘛 一切万法都是心 心就是光 智慧嘛 圣人的智慧啦 不要在那边分啦 我在想到说 邓小平 共产党的 他们的主持 总领导啊 邓小平 我直接在问啊 什么猫好 什么猫好 不管什么猫 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这个是惨的很高境界 啊不管你现在就暗暗的 哎呀要用LD啦 要用什么灯啦 主宿灯啦 什么 哎呀 那主的灯也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前面的字 可以知道 认识路就好了嘛 再执着干什么呢 所以各位同学们 还圣人心安乐 就好了 不要再执着于说 哎呀怎么样 哪一个教派才啊 那什么好 哎呀最近就有来 哎呀主啊 你这个不成就耶 不究竟耶 什么究竟 要是我的法文才会究竟耶 胡说八道 你现在欠在一大堆 你还会成就啊 骗人的人 把上天的佛心 圣心 道心 全部都污蔑了 你还在说 谁会究竟 不欠人载人 就是会究竟啊 心安就究竟嘛 哦 所以古圣先贤 留下来的智慧 就圣心啦 而且佛心 就所留下来的 一些的经验体验 就不要贪 就不会跳进去嘛 不会 不容易生气动路的 就不会糊涂嘛 啊没有智慧 就不要乱讲话嘛 你就不会伤人嘛 这就是佛法嘛 活的智慧嘛 还太多了讲不完讲不完啦 总而言之 各位同修 记住 该做就做 不该做就不要做 你要做得好 我鼓励来学艺经 大家学艺经 做人处疏口安心 大家学艺经 做出工作口顺心 大家学艺经 大人小孩都聪明 大家学艺经 身体健康心安宁 你求医求 这个求药 不该 该也不该 要用艺经 了了分明 不然吃下去了 乌乌哀哉 怪谁 所以大家学艺经 修行道上口见经 大家学艺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嘛 所以大家学艺经 国家社会见太平 平安 就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主归 为心圣教 征战三世纪 一发修行 征物征净土 归归蓝天净土 等起一额 剑行成佛 天下永太平 天下永太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